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re 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 night 新浪流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彦兹 因为网络的关系 不管有多另类或者多特别 其实你都会找到你自己的族群 我觉得也除了17年 我没有想要更多的歌迷 我只想要探讨不一样东西的一个作品 因为我觉得像可能小时候 很多东西是对是错 是黑是白 很多绝对的东西 可能我觉得到了一个年龄 你会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是灰色地带的 你不可能完全的很正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年龄给我的一个礼物 所以才会觉得这张专辑 可能要比较沉默人一点 才可以听听看 跟台诚这种比较天后的形象 还是相比 好像生活中 还是比较变速农的那种感觉 就很低调 因为你自己比较刻意的一句 工作的时候面对很多人的 所以我可能在私底下的时候 是希望就是很正常地过 这样子 其实歌手也很普通 都要去吃饭 都要睡觉或休息什么的 也要努力 我觉得外在的东西我也在乎啊 只是说可能比一般女生没有那么的在乎 因为我觉得她花很多的幸福 跟很多时间 我觉得时间宝贵吧 我比较想要花心思在我的工作上面 或者说我的家人上面 有没有哪一项是你自己觉得跟唱歌比也不差 不差吗 我觉得我可能整个话还不错 我帮我的儿子捡 还有我的同事 像你儿子他现在有意识到就是妈妈是一个厉害的歌手吗 他有时候会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跟陌生人拍照 那你有没有时间比较忙 你看儿子有这样舍不得吗 一定的啊 因为突然间他好像变单轻 我的先生都要帮他打理一切 其实我回去我都会他女比较多 就去接他 喂他吃东西 跟他一起睡觉 这些种种的妈妈的角色 对 之前也说想要再生一个啊什么的 这样的话就可能又要准备去休息 又要去准备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规划啦 然后我的部分 事业是一个家庭 是一个不停要规划的一个时间 从三时代吧 划到四时代 有一个生姿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就粥一点喔 粥一点啦 起早的时候会直接唱歌一遍 起早我也会放音乐 经常听的时候会经常唱 我喜欢听钢琴 如果说是在知道你唱一首歌的话 你送到脑子里的新一首歌 跳舞的反哭 记得多唱两遍 我有点感冒 难过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听 非常的歌还是有快乐的 难过的时候啊 难过的时候我喜欢听平静的歌 你凭自己的心情 去自己的歌啊 会啊 会 听自己每一首歌会觉得心情迅速变好 我觉得跳舞的反哭 用几个词来分别形容一下 二十几岁是哪里 然后三十四的歌 二十几岁 冲动 努力 可是又懒惰 觉得自己努力又懒惰 现在啊 还是努力 可是还是懒惰 比较从容吧 懒惰是最大的表现啊 比如说赖床还是多颜 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 我就真的没有在工作 就是心挂着 可是我工作的时候 我就不会想任何的东西 只是把东西做好 这样子 你觉得自己有些最大的改变是吗 应该是 皱纹吧 哈哈哈哈 有没有那种觉得 反正也改不掉了的 就是脸 哦 我很乱 家里很乱 我家里很乱 最近比较常说的联系 会口口感吗 哇 我不知道 我口中语是吗 没有耶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 非常常挑战 但还是比较害怕的 煮东西咯 我很想把东西煮好 我觉得我们要吃个人比较好 哎呀 我不喜欢吹头发